新增了外放电 新增了手机的无线充电 变长了怀挡 欢迎收看本期的主主角 我是你们的脚师傅 最近有网友问 15万元想买一款非常可爱的电车 有什么推荐 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我身后的这一款 2023款的欧拉好猫 2023款和原先老款有什么不一样 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在它的内饰道中 包括它的外观 还有驱动电机电池组都是没有变的 就是内饰 我们现在去到座舱看一下 好 我们现在进到了座舱 看一下2023款的车型有什么变化 首先就是中央的梯子区域 这一块是非常的明显变化的 新增了手机的无线充电 同时旋钮排挡没有了 变成了怀挡 这部分区域的空间加大了 看到了吗 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可以放在这里 随手就可以拿取了 下方还有两个背架 再有就是驾驶者面前的仪表盘的意外界面 换了风格 那包括这里 它的界面也换成了风格 喜欢吗 你要说它外观有什么变化 就是这一块充电口 它的变化是新增了外放电 这个对于露营来说非常的好 nice 兄弟们我们开回来了 从天津的市区开到了东京港 单程65公里 跟大家说说这次的世界感受 欧拉好猫这款车 对于女性消费者来说 绝对是一款好车 你可以去给自己的爱人 给自己的女朋友去买它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这款车我开起来 感受的话 2023款其实和老款在 电门的脚感 还有悬架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就是里面的配置 还有它的颜色 还有就是它的一些基础配置 舒适性配置上有一些改变 其他的话变化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那么这款车它有两种续航 一个是401还有一个501 我个人的话就是有点钱 还是买501的 在城市开是没有问题的 像我们今天表现是385公里满电 然后开到东京港再开回来 基本上速度 你想都是高速 高速回来之后 最后的表现还有200多公里 其实还是可以的 而且我们还体验了这款车的座椅的通风 座椅的加热 方盘加热 还有座椅研磨 真的座椅研磨真的是太舒服了 所以如果你有15万元的预算的话 那么市场当中除了欧拉好猫之外 还有像是海豚 还有大众的ID3 那么试完预算买哪款车呢 其实就要看这款车的第一续航 第二就是外观的样式了 那么好猫这款车 我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 值得选的 因为它的外观很漂亮 很可爱 而且颜色也很讨喜 墨兰迪色的浅色系 低饱和度的 很好看哦 OK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你们教授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了各位们 拜拜